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第二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有一個小龍女 經常帶著生日時婆婆送的小紅毛 這頂帽最適合她不過 所以大家都叫她做小紅毛 在童話故事裏面 小紅毛帶著很多食物去探病了的婆婆 途中有一隻狼想疼她們 所以搶先去到小紅毛婆婆的家 把婆婆先吞著落土 然後扮婆婆等她來 當小紅毛來到的時候 竟然沒有認出大野狼 最後都被她吞賣 他們兩個都死了 是原來的結局 後來為了迎合小朋友 沒有那麼恐怖 所以改成小紅毛憑著自己的智慧 逃出了大野狼的魔爪 遠珠故事當然是很殘酷 不過在我眼中 就是另一個畫面 兩個人都變了靈 依然在另一個世界手牽手 過著美滿的生活 靈其實跟我們都一樣 生活在這個世界 即是大家在不同的圍道 他們的世界 就好像被一件隱形的斗篷包著 看不見 聽不到 看不到 就算你跟它坐在一起 都不會知道 更加不會接觸到鼻子 大家可能覺得很荒誕 但我的確可以接觸到他們 的確有些靈真是很恐怖的 因為他們出現的時候 那個樣子還是好像他們死的時候那樣 如果死於自殺或者意外 跳樓和撞車 他們一般身體都會殘缺不存 白天的時候都更好些 看得清楚 我不會以為他們是其他東西 但是如果晚上見到他們 我自己都怕怕的 尤其是睡在馬路那些 或者睡在大廈地下 有時候他們經常不動 邁到去 他們就突然起床 還會不停地叫痛 嚇死我 如果病死或者自然死亡的 情況當然會好些 他們死後一點病態都沒有 甚至可以說充滿活力 他們在靈堂的時候 還會到處走 不是破這個就是鬧那個 根本分不清楚他們是否還在生 那麽多年裏面 我最怕的就是心懷怨氣的靈 因為他們死於非命 他們經常都好像很生氣那樣 那個臉口拿著拿著 有些甚至乎不懷好意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死了之後還要這樣 當然大部分的靈都是和和氣氣的 其實跟我們日常生活是沒有分別的 他們都會上班 逛街 吃飯 做face show 看戲 甚至乎兩個仍然 談情說愛 畢竟他們都曾經跟我們一樣 就好像跑馬地墳場前面那對對戀 今天不驅歸故土 他照君看也相同 其實日常生活裡面 我當然是經常都會見到他們 但是我很少會跟其他人說 首先沒有人信 其次就是不想說 我不想別人以為我是神君 或者是亂說 早一年我無疑是一個孤獨的擺盜人 之後過了這麼多年 我慢慢了解到我的責任 和被選中的原因 我一方面可以幫助他們 安慰他們 幫他們放下他們的執念 緣氣 甚至乎可以應付一些可怕的力 讓他們不要再害人 人和靈身處的兩個世界 只是中間隔了一道門 很多人早上都還在 過了黃昏 就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 只是好像走過去這麼平常 所以在餘下的日子裡面 我會盡力地向大家講解另一個世界 你一定要去了解他們 這樣你才不會怕 因為未來 你要自己一個人過這道門 到時候 你可以吹著口哨 咬著香口膠 聽著歌這樣上路